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投資伯恩基亞 獎助理財的契機 我是琳達 觀眾朋友們記得幫我們節目在臉書 還有YouTube下按讚分享以及訂閱 因為你的支持真的是我們努力的動力 好觀眾朋友們 年底的集團作帳行情 是台股的特色之一 那麼也是投資人期待的年度大戲 好 那麼現在已經接近年底了 那麼有哪些集團已經開始蠢蠢欲動呢 像是我們熟悉的像是華興集團 聯電集團 鴻海集團等等 誰的表現會最強呢 那我們又要怎麼樣跟上這一波操作呢 好的 今天首先來歡迎蕭光澤夏老師 老師好 琳達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老師我首先要請問你 為什麼年底集團會有做這樣的行情 這是為什麼 通常在集團的股票他們都有交叉持股 那有起到了12月就是年底要做年報 那做年報大家都通常會想要 把這個股價的鏡子做漂亮一點 把這個獲利做一個比較有拉伸的一個效果 所以如果說集團之間他有交他持股 他通常會去相互拉抬股價 這個就是所謂的年底作戰行情 原來是這樣子 那老師請問有哪些集團他現在已經開始蠢蠢欲動了呢 因為最近整個台股比較熱 所以這種集團作戰有一些就是提前在發動的現象 例如說我們最近看到拉得很熱的就是在這個衛生集團 那另外像聯電集團 洪海集團 花心集團 最近也都開始有一個 做一個拉抬做一個年底作戰這樣的現象 都開始有慢慢的浮現出來 是 好老師那這四個集團已經開始蠢蠢欲動了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樣才能跟上這一波的操作呢 我們請老師帶我們來了解 好老師我們知道這個年底的作戰集團呢 他這些呢 這個集團的行情都已經開始啟動了 那請問有什麼特色又是搭上什麼樣的題材呢 一般如果說集團要作戰 一方面要配合到整體市場的行情 那我們知道今年這個市場行情非常熱 是 那尤其如果說要去做一個股價的拉抬 它當然也要配合到市場上現在比較認同 比較熱門的題材 那以今年來看 包括所謂最近最夯的元宇宙 以及這個低軌衛星 還有像三代半導體 還有像這個電動車 都是現在市場上認同度比較高 那也比較熱門的一個題材 那今年大概作戰也會圍繞著這一些題材 因為有題材性 如果說集團要做股價的拉抬 市場跟進的意願也會比較高 那也會讓作戰的效果比較明顯 好這是四大題材 那麼老師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威盛集團 最近最夯的這個威盛集團 就是2388的威盛 還有2498的宏達店 因為他們有搭上這個元宇宙的題材 那請問老師 威盛集團在作戰的時候 它的特色是不是習慣 鎖定哪一檔個股 就直接把它買到爆 以威盛來看 通常他們在作戰 它是整個集團的股價 全面性去做一個拉抬 這個是威盛集團的一個作價的特性 那剛好今年 接近年底 最近這一兩個月 剛好搭到這個 臉書推出這個元宇宙的概念 對 美卡 那這個概念造成市場的一個轟動 所以也造成很多 包括法人 包括投資人 都去追尋這個題材 去做一個比較追加滿籍的一個動作 就有利到整個威盛集團 在今年的這種作戰的一個事況 相當的熱 相當的明顯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最近這個威盛集團的一個表現 例如說主體威盛來看的話 從在最近一個月 它的股價漲幅非常的大 大概漲了將近兩倍的一個角度 那包括像這個2498的宏達店 他們幾乎走勢都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那另外兩檔也是在威盛集團的 例如說像3C通路的建達 它也是跟著這個整個作戰的一個角度 往上去直線的一個拉抬 那另外的話 像這個封測的 金面封測的立位 我們可以看到 當整個威盛集團在動的時候 它是全面性的 全面性的一個大漲 也就代表他們交叉持股 這個互相去做一個 股價的拉升的這個角度 相當明顯 那威盛集團的作戰 他們通常有一個 一波拉到頂的一個味道 所以最近如果說 它開始有一點漸到高點 拉不動 我是不建議大家再去追 那如果說它真的如以往的特性 這個股價就一波拉到頂 那它到這裡如果說 一個作戰的一個目的已經達成 那它在接下來年底 它可能不見得會持續往上拉 它大概到這個位置 它可能就是維持在這樣的一個價位 在年底的作戰 這個帳面數字就很好看了 包括靜值的提升 包括這個獲利的一個提升 這種轉投資 因為我們知道它是教它持股 當它的轉投資的股票 拉升上來的 它就會在轉投資上有一個獲利的效果 貢獻進來 好 那再來年報的數字就會很好看 所以我個人來看 以衛生集團的這個 整個作戰的特性 來到這個時間點 我倒是建議大家不要再盲目的追 我們稍微做一個觀看一下 稍微觀望一下 會是比較有利 好老師 那我們再來看到 這一個是聯電集團 聯電集團之前吵最兇 應該就是致遠了 那麼請問聯電集團 它在這個作戰的時候 有什麼特色嗎 我想聯電它的作戰的特性 它是集中集團的這個力量 一檔一檔去拉 輪動嗎 對 它是一檔 一檔拉起來之後 然後再集中力量再拉下一檔 然後下一檔拉起來 再集中力量去拉下一檔 好 這個是聯電集團的一個作戰的特性 好 所以我們看在聯電集團 最早發動的是在3035的資源 好 資源呢 它股價拉到了200塊 那今年我想整個聯電它的作戰 它反而不是在聯電本身 好 我們看一下資源的獲利跟水準 它是比不上聯電 它比聯電還低 那聯電它股價就是在60塊這邊 大概就動不了 那也是可能啦 因為股本比較大 要去拉聯電比較不容易 不好拉 但是聯電它轉投資 包括資源的持股也有 它的集團它的持股都有 它只要把這一些股本比較小的 這種小經濟把它拉上去 好 到年底聯電的一個年報 它轉投資的收益也會很豐厚嘛 那它也就達到聯電這個 在年底這個財報的一個美化 這樣的一個效果也就會出來 好 所以我們看第一檔就是拉資源 那資源拉到這裡好像不太拉得動 好 不太拉得動 我們就看在下一檔是在Pc 這個ABF主要版的新興 它就一波的一個拉起來 好 那最近我想就是 是在下一檔這個工准的部分 好 工信的部分 它是在這個Post系統 就是工業電腦的 我們看到最近它也開始有一個 就一個所謂的一個 作帳的一個行情也就拉上來 那 老師 不好意思 我請問一下 像這樣這種已經是拉高 已經拉很高的 我們現在真的是不能進去追嗎 還是說我進去追 看到什麼現象我趕快出來 否則來去一場 以這種走勢 我們看前兩檔 我們看一下在這個資源的部分 資源 資源你就看前一波回撤的低點 好 如果說那個低點沒有跌破 那其實這檔股票 它還是有可能會有一個 年底的一個作帳的一個效果 但是一旦它跌破 前一波那個低點 那可能它這一波的作帳就結束 好 那你可能有做這檔股票 那你就把資金做一個撤出來 新興的部分 新興的部分 因為現在是ABF載板 那外資把它喊到四五百塊 五百塊 那現在大概在股價這邊受到了主力 那一樣就是把我們這邊平台 整理那個回撤的一個低點 你如果說低點有守住 那不代表這一波的一個拉升就結束 那萬一那個低點做跌破的話 那可能就有一個作帳結束 可能股價會慢慢回落 這樣的一個疑慮出來 那像工信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工信的部分 其實就是在最大量 在那一根最大量的K線的低點 它作為一個防守點 如果說這一根最大量K線的低點 有做跌破 那也有可能它是一個短線上的一個 就是跟進整個聯電集團 做一個短線的一個拉升 那那個低點跌破 也有可能就代表這一波的一個拉升結束 那我是比較不建議 去追這一些已經拉高的這些作帳股 雖然說到年底還有一段期間 但是面臨到整個台股 目前已經來到歷史高點 但是要去小心 如果說台股這裡熱度 成交量沒有辦法持續的擴大滾大的話 有可能台股在這個位置 就已經併臨到比較大的壓力點 所以如果說我們要去看這個聯電集團的一個作價 倒是可以去留意這個系統的部分 如果說系統你去看一下的營收 營收在最近兩三個月 它的明顯的一個跳升的幅度很大 那再加上它轉回營這個轉機性也出來 如果說以聯電集團這種一檔一檔的一個集中火力的一個拉升 如果說那些股票已經拉到了 有一點壓力的拉不動了 會不會它把全集團的這個力量 輪到這個系統再做一個拉升的一個作價 它是有可能的 所以如果說我們關注在聯電集團的一個這個作戰行情 那你可以去關心一下 稍微留意一下系統 會不會它輪到下一檔的一個主要的拉升標的 這個是可以在聯電集團之中你可以去留意的一個方向 是好 聯電集團可以特別留意二三六三的系統 那麼老師我們再請問鴻海集團 好 鴻海集團自己本尊鴻海其實都沒有怎麼漲 那最近好像都鎖定了中小型個股 像是台陽啊 劍汗也搭上了低軌衛星的題材 好 老師那鴻海集團你怎麼看 就跟剛剛聯電集團一樣 聯電本身不太怎麼拉 但是它就是拉一些這些集團比較中小型的一個個股 好 那鴻海集團我們看一下就是 最近因為搭到這個低軌衛星嘛 那網通最近也低檔在做翻陽 所以以目前為止它比較有強勁的在做拉抬坐駕 就是二三一四的台陽 台陽最近它的一個做方的走勢是相當的強 但是如果說你翻開台陽的基本面 其實它是沒有賺錢的公司 也沒賺錢啊 也沒有賺錢的公司 但因為它是在這個高頻微波通訊的一個 發射台的一個這樣的一個提卡 因為在低軌衛星它主要是高頻微波通訊 所以它就具備這樣的一個提倡 那市場的認同度好像也蠻高的 所以以這個就是台陽來看的話 我們現在就觀察上一波的高點 上一波上來那個高點 如果說上一波上來那個高點 在短線上的回撤也沒有做跌破的話 那或許它的多方走勢還沒有結束 那在下一檔就是建漢 建漢最近整個網通族群 因為機器比較低 那建漢是在整個網通族群之中領長的 那為什麼它可以領長 應該也跟鴻海的這個集團作帳有關 那建漢我們也是觀察就是 在這一波往上去供之前 它那邊有一個最大 突然爆量上來的一根K線 突然爆量上來一根K線 那一根K線如果說沒有跌破 那也代表可能這一波的這個 往上去拉伸的一個走勢可能就還沒有結束 那如果說那個平台整理之後 那一根往上突破的那一根大量K線 如果哪一天那邊做跌破 那可能就是代表這一波的一個拉伸走勢結束 也是結束了 那如果說以鴻海集團 那可能最近有在拉伸的就是這一檔納諾 那納諾是比較 冷門對不對 我比較不曉得為什麼在拉這一檔 因為它是環保工程的 這個水資源 那可能是搭到了最近有沒有 像那個永光 還有像那個 化工股 他們是搭到三胎半導體的題材 那納諾它也這個營運的部分 也有這個是電子特用化學的部分 那可能是搭到這個題材 那我們不管 就是說它在環海集團之中 那最近起有比較有一個拉抬坐駕的一個現象 那就很簡單 就是說這檔股票如果說原先的整理平台 它沒有做跌破的話 那我們也沒有辦法去估計 這一波它的一個 這個拉升坐駕會到哪裡 就沒有辦法去判斷 那如果說萬一它下來 跌破那個原先的那個平台 那個上方的壓力點 它要轉成直升 如果說跌破 那可能就是這一波的拉抬坐駕結束 那以鴻海集團來看的話 如果說你要去留意 那我們就看下一檔真頂 真頂的部分 如果說我們不管是說從營收來看 還是說從它的一個獲利來看 其實它的本益比非常的低 它主要是鴻海集團之中軟板的部分 那我們知道在最近不管PCB 不管ABF載板 都已經漲翻天了 漲到本益比都已經不合理偏高 那整個這個就是這個PCB的部分 不會只有這個硬板好 也不會只有這個附近機板好 軟板同樣是會這個景氣的一個狀況 不管從真頂的營收跟獲利來看 它也是一個很明顯持續成長 好那如果說我們在看鴻海集團的坐駕 你再去追劍汗 去追台陽 其實風險都比較高 因為他們拉得很高 那如果說鴻海這樣的一個 這個年底的集團坐帳 好像真頂的部分 或許在之前它掉對嘛 不管是這種PCB的漲幅 不管ABF載板的一個漲幅 它都沒有跟上 都掉對 會不會就是利用年底這個集團坐帳 拉一波 去反映到它的營收的一個成長 它的獲利 以及它低本益比的狀況 或許在鴻海集團真頂這一檔 你可以去特別留意在年底坐帳 或許它會成為鴻海集團 主要去做一個坐帳的一個 可以去鎖定的一個指標 可以這樣一個觀察 是好 老師那再請問 華興集團 我們知道華興集團 一向坐帳其實這個也很勇猛 但是呢 它最近好像沒有什麼表現 是因為它沒有搭上 我們剛剛講的那四種題材嗎 其實也不見得 因為華興集團它主要是在被動元件 例如說華興科啦 像信倉電 那因為之前在整個被動元件的景氣呢 它比較因為 都沒有漲 隨著這個 呃 持用晶片的短缺啦 所以全球車廠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 減產的一個狀況 所以就造成被動元件的需求沒有那麼強 好 但我們談到不管是元宇宙啦 好 不管是所謂的低軌衛星啦 好反正只要是電子產品 好不管它是什麼領域 通通都要用到被動元件 好所以相關的這所有的題材領域 其實被動元件它都可以搭得上線 都可以搭得上線 那只是說在因為之前可能 呃這個 呃怎麼樣 這個行情的一個趨勢方向 比較不在華興集團上面 好所以呢現在來看 其實現在接近到年底 現在最近這一段期間 其實也有看到一些跡象 好那最近大家也有留意 包括像華邦店也在反彈 對反彈了 這個反彈幅度也不小 好包括像華興科啦 信長店最近的一個 往上去轉強的一個跡象也很明顯 那會不會到年底這段期間 華興集團的作帳 會把它相關的股票 好從比較回落的低點 稍微去往上拉升一段 去美化它年底作帳的一個狀況 它也是有可能 好那 那比較有在做拉抬的 其實最近 像這個PCB的兩檔 像京城科 它已經拉到了一個高點的一個位置 這個就是PCB的 那另外下一檔 像這個漢語波它也拉起來 又接近到整個波段的一個高點 而且有爆量 好那這個是比較領先在做拉的 那我剛剛談到包括像華興科 嗯哼 華興科它比較慢 但最近也開始有一個往上拉的一個角度 那再更慢的就是我剛剛談到的 這個被動元件的部分 包括像華興科 像信長店 最近它也開始有一個往上拉 好那如果說我們要去留意這個 華興集團的一個年底作帳 除了這些之外 大到最近比較熱門題材的 像下一檔 你可能可以稍微去多做理由 就是加幫 加幫 我們知道這個是網通天線的嘛 最近有一檔華語也是網通天線 那華語已經拉得很高 已經創新高了 那加幫到目前來看 其實它的營收獲率都還不錯 好那如果說它跟這個華語去做比價的話 那年底如果作帳就一個拉升的話 也可以去關注這一檔加幫 會不會去根據最近華語的一個拉升上漲 這種網通 包括帝國衛星這樣一個題材 好那你就可以 如果說在華幫集團 你可以這個所謂的華興集團 去留意一下加幫 接下來會不會有年底作帳的一個表現 那老師我請問 那這個年底的作帳行情 到底是在什麼時候會結束 一般來講 年底作帳行情現在來談是早了一點 因為它主要是在年報的一個作帳 所以那應該是一直拉到12月底 12月底的一個收盤價 12月底的收盤價 它是作為一個這個所謂的年報 這個轉投資的部分的一個股價的定價 它是12月底那一天作為定價 所以那通常它會就是在年報 12月底年報要開始結算之前 它會往上去做一個拉升 那當然也不一定 不一定它就是一直拉到12月底 如果說拉得過高呢 我拉得過高 我可能就會開始去獲利了結一點 稍微去做獲利了結一點 這個是在年底作帳的一個特性 老師那剛剛我們看到這個威盛集團 像是宏達電威盛 它是不是有可能也要邁入了結帳呢 還是還不一定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去做判斷 因為股價不是我們可以去做理性的判斷 如果說市場真的很瘋 那市場一些比較願意去賭的 因為它現在股價還很強 真的 那元宇宙的題材就是還在 它也沒有說消失掉 所以如果說以到年底來看這一段期間 他們如果願意再去持續的去把這個股價再拉升 再去持續的美化帳面 它也不是說不可能 但是我想這個就是公司自己去評估嘛 我股價已經漲了兩三倍了 這裡來看的話 如果說我來這裡做一個結帳的話 我帳面的一個效果已經很大了 我可能就不需要再去持續的做拉升 因為去拉升它也要花成分嘛 所以呢 大家就是自己去評估啦 那最好 如果一旦轉弱呢 那你要懂得去做一個測出 稍微提醒大家留意這一點 好 謝謝老師 細心耐心的這個分享和建議 謝謝 觀眾朋友們呢 今天老師跟我們聊這個主題 是這個年底的集團作戰行情 已經蠢蠢欲動了 包括了像是這個華興集團 聯電集團 鴻海集團還有威盛集團 那麼剛剛老師呢 也說了集團個股可以特別留意 像是這個衛盛集團呢 基本上就都已經漲高了 我們先不要看 但是呢 像是聯電集團2363的系統 鴻海集團4958J.KY 以及華興集團 這個2384嗎 加邦 加邦 6284的加邦 好 如果呢 你可以特別的留意 好 那如果還有其他的問題呢 記得可以掃一下我們這個 消光者老師的LIOT 好 老師的LIOT是小老鼠 GOD558 最後呢 喜歡我節目內容的朋友 歡迎在臉書還有Youtube上 按讚分享以及訂閱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了 掰掰 掰掰